像大家比一個都投入 寫UP 寫很多 你知道 就是很Fancy的產業 可是最重要是傳染產業 傳染產業最容易創業成功 我跟你保證 因為我自己在看很多案子 就要幫人來看案子 也有很多人找我們來誤我們問題 實際上我發現 你要創新的產業 要成功機會太低了 最容易就是去做傳染產業 然後去做轉型 去做改變 或什麼 因為傳染產業 就沒有人要進去 所以進去很多人容易成功 像什麼地方進去最容易成功 就油嘛 油每個都那麼爛 做那麼爛的油 你進去隨便做都比很好 可是你可能就要吃苦難藥 比較辛苦一定 而且你真的很愛油 你知道你怎麼做的 你不能進去吃不愛油 因為我進來 阿夫說成功才進來 那今天就馬上死掉了 一定要一個很熱誠的心 像我覺得美理最常的那種產業 可是我覺得你們不應該跟玉琳合作 你們還是被吃大爆品做 那我覺得你們要幫我服製 我覺得你們應該做自己 去慢慢做 然後做個長期 去做個長期 像我媒體我一直想 有想過一個必死馬頭 我覺得很酷 那可以跟他分享 因為我覺得 媒體最大問題在於 他們的廣告收入來源來自於廣告署 可是如果我們換個方向 廣告收入來源來自於哪到的 有沒有辦法 那有的時候我覺得應該要可以 只是我覺得應該要 要把網路的東西加到媒體裡面 然後產生更有趣 例如 就好像每一個媒體 每一個記者都是獨立個體 就很像Uber 或是拉拉木服這種的app 就是每一個開車的都是個體 然後我今天賺錢是因為 有人訂閱我 所有人賺錢 我開車嘛 我跑起司就賺到我錢 記者也可以這樣子 記者就變得很獨立的 每一個記者都自己進口詞 或是一個free answer 他每個月都賺到 有人訂閱我 例如焦點50個訂閱我 一個人一天就給我五塊錢 我一天就賺到250塊 一年我就賺到 一個月我就賺到多少錢 類似這種方式啦 當然我覺得都是常識 都ok 都是常識 非常非常有趣 然後我覺得下一個分享者也是非常非常有趣 下一個分享者是那個張宇哥 對張宇哥 然後 張宇哥他是剛剛才報名的 因為他發現沒有人報名這樣子 可是我跟他警告過他 因為他上個月來分享的非常非常有趣 對 然後我就警告他 他大概分享三個名額的那樣子 他犯規的也很重 他上個月就是講的真的不錯 就跟他講說你這個月只有有分鐘 然後上次他就是很典型的 就是他每個都算做傳統產業 就是一個娛樂人 可能他把娛樂產業變成做油店 而且做油店是做的跟全台灣其他地方都不一樣 因為其他地方都講求的是玩遊戲 他講求的是教你怎麼玩遊戲 是不來這邊你不要會玩遊戲 我就教你怎麼玩 而且用很快的方法去教 而且不教你300套的遊戲 只教你100套要 因為一般如果電動會講求的是很多遊戲的量 他不講求這東西要去做 然後他做油店開了三年之後 在去年他正式踏入了那個網路產業 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也許其他那個是 一開始是做實體的 學會比較辛苦的 賺這些經驗賺這些東西 可是之後你就有一個挑戰 一個一個起伏 就是跟張明哥一樣去做這些事情 至於他今天要講什麼我也完全不知道 因為他簽名的地方也沒有說他講什麼 就寫張明宗這樣的事情 總共不知道他講什麼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講當兵的事情 他當兵非常非常有趣 非常非常堅持 所以我們就最累的掌聲歡迎張明宗 好 因為我真的是剛剛才報名 然後我是一個人愛講話人 所以抓到機會可以講話就會一直講 我上次講了25分鐘 大概是焦點9分鐘講最久的人 嚇人 嚇人 對 而且沒有人趕我下台 真的是厲害的地方 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事情是 我要分享三件事情 其實我有稍微想一下 那要分享三件事情的原因是 因為這是三件事情 是影響我人生最重要的三件事情 我剛剛台下想很久說 我人之所以變成像這樣這副德性 到底是什麼事情影響我 到現在這樣子 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 影響你的可能很重要的三件事情 那或許會幫助你找到 你接下來要走的路 對 那我想講的第一件事情 我第一道時間順序來講 就是我就是剛剛那個景洪講的 就是人生很順遂的一些人 然後自我膨脹的意思很強人 我念的是師大附中 師大附中是一個學校認同感 非常強的學校 你常常會有說腹中病 如果你們大學遇到其他腹中 他就覺得腹中 你遇到腹中 欸 你是腹中嗎 有幾百大 就有問題 所以腹中就是一個認同感 很強的學校 再來呢 就是我一直念台大 然後所以我 台大又是一個自我膨脹很強的學校 所以我一生都在自我膨脹 在我的大學的時候 在高中的時候 那我高中就剛好是 因為我 就是我先講 我先把我自己膨脹的過程 講給大家聽 就是因為我高中 對 就是怎麼 怎麼吹起這個氣球來的 因為我高中就是 就是吉他社 腹中第一大社的社長 然後又是壁聯會 腹中第一大聯會的主席 然後又做了壁點的總招 然後因為我學測七十幾分 就考上台大 所以一般做壁聯會主席 根本考不上台大 因為你就是做壁舞 坐一坐 然後你就 高三嘛 大家念書 你還在那邊玩 那邊有的沒的 所以你就可能考不好 所以就要考試考 那我又考上台大 所以又可以做壁點 然後呢 所以就一路這樣子 然後到台大之後呢 就覺得大學生 高中都玩過了 好無聊 所以我大學 上大學我大三 就覺得很無聊 我大三就創業 那就開始做 就創業做了一些生意這樣子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說 我自己很屌 哇 就是一生就是 不忠啊 高大學 就一直覺得自己很膨脹這樣子 那就這樣一直活到我二十歲 然後這次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讓我 影響我很深的一件事情 那 起因是因為 我妹的關係 然後我妹有先天性的糖尿病 不是先天性糖尿病 就是說 後天才發生的先天性糖尿病 就是他先天基因有缺陷 所以後來他自身的病毒 攻擊他 他是胰島素細胞 然後導致他就沒有辦法來產生任何胰島素 所以他就是 每天都要打針 一天都要打四針 就是拿針 你戳自己大腿啊 或是戳自己的手臂啊 屁股啊 之類的地方 然後就打胰島素進去 然後又發生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爸 因為我是個單親家庭 所以我爸跟我妹就發生了 他們中間的關係 就有點化學變化 就是因為我爸就覺得我妹生病了 所以他就要 體讓我妹 就是讓我妹做很多不同事 所以我們家整個關係 就變得 很奇怪 然後我爸整個思想也轉變 我以前高中大學的時候 我是很叛逆的 因為我爸很愛管我 所以我通常都不想回家 大學整個四年都住外面 然後我高中的時候 每次都騙我爸說 我要去住我媽家 騙我媽說我要去住我爸家 最後都沒回家 就都在外面混 他住在民生社區的民生社區 對我住民生社區 這跟有什麼關係 哈哈哈哈 你爸都有點出髒話之類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媽都出大職 然後我爸住民生社區 我每次都說 欸我要去哪裡 然後最後都沒回家 都住在學校 都住朋友家 所以這一段過程 然後後來 所以 以前我是很叛逆的 後來我爸 就是因為我妹生 所以就 我們家就發生了一些問題 然後我爸也變成 他就變得有點 有點憤世技術 就覺得說為什麼我們家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們也會這麼辛苦 這樣子 對所以他在我20歲那年的時候呢 就把我們家這個人都找過來 然後就是一起說 因為我們家都很 平常都不會見面 就是我 我現在其實也是這樣 就是我們一家住在一起 可是我一天 一個禮拜看我爸的次數 大概只有一次到兩次 見到面的次數 就是我回家的時候 他都睡覺 然後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都出門了 所以我們都不會見到面 然後我妹也是 所以我們就像 住在一個 一個旅館的 三個人這樣子 對然後後來我爸就在 我20歲生的時候 就把我找過來 他就說 雲聰啊 就是你現在20歲了 所以你已經成年了 那爸爸沒有要送你任何東西 禮物也沒有要期許你做任何事情 對 然後我只送你一句話 就是剛剛跟大家分享 他送我一句話說 我希望你有這樣的資源 這樣的背景 然後有這樣子的頭腦 你可以多做一些 不是為自己做的事情 多做一些不是為自己做的事情 他就把這些句話講了三遍 然後我就覺得超尷尬 我想說你跟我講這幹嘛 我就說好 我知道知道知道 好我走了 拜拜 然後就趕快逃離現場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句話一直都在我的腦中 就是永遠都沒辦法退掉 就是我每次只要跟人家講的時候 我都會一直分享這句話 就是你很認識我的 可能聽我講很多次 就是我希望這句話 也可以影響到別人 然後用這個故事來影響別人 可是他其實在我的腦中 出現這句話的時候 我其實不知道 要怎麼達到這件事情 就是多做一點 不是為自己做的事情 到底是一個什麼概念 就是當你沒有一點啟發的時候 其實你聽到這句話是一個 就是進去然後記住 然後就消失了 所以這句話一直記到我腦中 記了很久 記了兩三年 然後記住可是沒有產生任何的行為 然後直到我當兵的時候 才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這次影響我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這句話在我心中很重要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當兵的時候 所以我會稍微講一下我當兵的故事 那我當兵的時候就像如果我剛剛所講的 我遇到很多社會底層的一些人 那其中有幾個比較特別的例子 我剛剛講的要跳八家將人 因為他們都要去砍人 所以砍完人後就傷害對 就被抓進來監獄關 那時候我在監獄做的工作是心理輔導關 所以我是見經濟系的 可是我去做心理輔導 所以就知道國軍是多麼... 好啊 那時候我做心理輔導就是 我的辦公室就這麼大一間 然後我每次就要把犯人帶進來 我就要跟他一堆面談 旁邊就會有兩個獄 一個獄竹拿著電擊幫 一個獄竹拿緊棍 然後電擊幫那個沒五分鐘這樣 啪 然後就是測試電擊幫的樣子 然後我回到就覺得 這件事情很冷 我就把那些獄竹全部請出去 就是我要跟犯人一對一面談 那也因為做了這個動作 然後後來就發現 犯人跟我的關係變得很親近 因為他們沒有獄竹在旁邊 所以他就很嬌心的跟我講這些 講他們心中內心的事情 然後就有一個犯人 他是那個八家將的小孩 才16歲才18歲 就是未成年的一個年紀 然後呢 他被抓進來關就是傷害罪 那他那天要開那個偵察庭 所以他要請他阿公阿嬤來看 來看他開庭 然後又決定要起訴多久 然後呢 因為他沒有父母 所以只有趕阿公阿嬤養大 那阿公阿嬤是 是就是慈患為生的 所以每天下午5點鐘的時候 都要去外面撿垃圾 所以都不會在家 可是我們的肯青的那個電話時間 又偏偏都在5點到5點半時間 所以他每次打電話的時候 家裡一定沒有人接 那阿公阿嬤想當然了也沒有手機 所以大家的地方永遠都找不到 所以他就一直很著急 其實打了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都沒有辦法聯絡到阿公阿嬤 然後他就在有一次 就是跟我面談的過程中 他就說 他就突然間 就是說 辛苦官我要跟你講很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幫我一個嗎 我就說什麼嘛 他就說 他就跟我講說他找不到阿公阿嬤 我說我怎麼辦 我怎麼幫你找 我就說 他說你可以幫我打電話 那我就打電話給阿公阿嬤 阿公阿嬤就不相信我 我就說你兒子被抓進來關了 然後你要不要來什麼時候 集約起來 他說哪有可能啊 我兒子在當作兵哪有可能啊 就一直不相信 阿公阿嬤就是 就是知識背景可能不是很好 對他就不相信 我說那你兒子跟你講 他說你叫你 你叫我嗎 不是兒子 孫子 叫孫子來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 可是他在裡面不能用手機 我說那你們五點的時候 可不可以在家裡接電話 他說也不行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怎麼辦 最後我想要幹嘛 就是我把手機帶進去跟他講 可是我們那時候進去的時候都要收聲 就是要拿那個金屬探測把它收聲 就是 所以我也不懂為什麼 我會有那個捷獄的那件事情 真的很扯 就是都會很 不算是 就真的會收聲 就是它是很嚴格的 它是兩層門 你進去中間那層門 就要停很久 它會一直這樣子 背到掃掃很久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好 我幸福官 就是 今天阿兵哥應該不敢動我 所以我就把那個手機 夾在這個跨下站 然後就交代參加 像運毒品一樣 就把它夾在跨下站 然後我就這樣轉進去 然後就說 誒 他就說 幸福官收聲 不用收聲了吧 都來這麼久了 然後說不行 幸福官一時一時收聲 我就說 好 我自己來 然後我就自己 沒拿 就故意避開人家說 誒 OK 把賽給他 然後趕快就等他進去 然後進去之後 就等他把手機拿出來 然後就說 我要面談 就把那個人叫出來 然後就把手機給他 然後就打起他 打電話給阿公阿媽 然後 然後那時候 他在講的時候 他就 他就講電話 然後就跟阿公阿媽 一講到話 他就突然 就瞬間就是 狂乎 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然後他就一直講 阿公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阿公聽到 他聲音就知道 然後他就一直講不出話 我又很緊張 我就打他把電話 想過來 就說 誒 就是這是你孫子 等一下 然後他就 跟他接 等一下 然後他就 他就講不出話 一直 哭 一直哭 一直哭 然後我就說 就是他幾月前要來 趕快來幫他一下嘛 就是來看他這樣子 然後後來這件事情 就再來這樣子 然後他後來 阿公阿媽就聯絡上 就來看他 就一個段落這樣子 然後講這個故事的原因是 因為我在這個時機點的時候 我後來才認真想 其實 其實我們有時候 在做我們一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並不是為了我們自己做的 就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在當兵嘛 我好好的 我什麼事都不用做 我就可以退伍 我幹嘛 幹嘛去抬這洪水 因為我那時候 我會抓到手機 你去就直接五天進假 那我也沒有必要去當這個風險 然後我就還一次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覺得說 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到底是 有什麼 有什麼啟發 或是有什麼 有什麼 原因到底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 我沒有機會出來 但是我希望大家 在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如果有些事情影響力很深 你可能 可以在另外一個時機點 過了很多年以後才發現 其實 做這件事情原來是 這樣子的一個意義 對 然後 我最後一個事情 就是因為時間差不多 我今天不能再講25分鐘 阿楓要把我殺了 所以我最後一件事情就簡單 就講我創業的時候 就是我創業的故事 那我也是大學一畢業 就立刻創業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創業 其實就變成 這件事情也是跟我前面 兩件事很有關係 就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的人生就是 一條很 就是很膨脹的一個道路 這樣子就照著 人家幫我規劃好的 我就一部大學畢業研究所 出社會工作 然後我就覺得我沒辦法達到 就我爸給我一些畫的一些意義 所以我在當畢業的時候思考很多 我想說 如果我去一個 因為我那時候在銀行實習過 我想說我去銀行 然後做這些事情 我還有辦法保持著 我爸送我那句話的心態 然後這樣去 去給別人 我還有這個機會 或者還有這些能力 去給別人幫助嗎 或許有 可是我就是覺得說 可能 機會就沒有這麼多 然後可能我的能力 就沒有這麼 沒辦法展現這麼好 所以我就決定創業 讓自己可以 更有 更有一些 一些作為 但後來我事實證明 就是其實創業以後 沒有更忙 我幾乎都沒有在做 幫助別人的事情 對 所以 但是我就是一步走一步算一步 我想舉一個最後例子 就是我把我 我創業還在 還在摸索中 我不能說我成功 也不能說 就是我做的不好 但是我就覺得 就像環遊世界一樣 我有一次來分享兩分鐘的時候 我講這個故事 就我說 很多人都問我說 為什麼他覺得我好像很有目標 就我這個人 好像隨時隨地 都知道我要去哪裡 隨時隨地都知道 我在為了什麼事情而努力 那我就 我常常仔細想說 我到底目標是什麼 然後我發現 我其實一個目標都沒有 完全人生沒有任何目標 然後我就去想說 那為什麼人生沒有目標 等等 還會讓別人覺得 你很有目標呢 那我就舉了一個 環遊世界的例子 給我的朋友聽 我就說 你如果想要環遊世界的話 你一定不是想買一個機票 搭飛機環遊地球一圈 你最想做的事情 應該是 你就實際的在每一個國家 每一塊土地 認識每一個人 然後去看他的風景 去瞭解他的風土 靈情 這個過程才是你喜歡的 環遊世界的原因 而不是環遊世界 完了這個結果 所以是這個過程 所以 創業或是你的人生也是一樣 其實你沒有 不一定要有什麼目標 如果你也有目標的話 那你的目標其實就是死亡 那你可能 可能等一下出去 就可以完成你的目標了 對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不會有目標 因為 因為我們其實就是在體驗 我們 在過程中 這一段過程中 我們只要很開心快樂 你就會覺得你好像 一直在有一個目標的事情 環遊世界的 其實在過程中 你一直都很開心快樂 大家會覺得你好像很有目標 所以你現在做任何事情 其實你只要中間過得很 很愉悅 那你 人家就會覺得你很有目標 對 然後 這個是我後來 就是自己在創業過程中 也得到的一些提募 然後就送給大家 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去想想 影響你的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也可以在你自己 人生的道路上 過得很美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